啊 又是三色挑战啊 好吧 小林玩具 小哈 小哈 你的快递 原来是文文邀请我去参加国风派对啊 可是我穿成这个样子可不行啊 有了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小哈 等等 你这样不是说还需要带一件国风礼物吗 对啊 我把这件事心里忘了 国风 到底什么才是国风呢 有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走吧 小哈 你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啊 我要做掐丝法郎画呀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来吧 掐丝完成 小哈做了两只胖胖的小兔子哦 是不是还挺可爱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填色了 小哈 本来玩有意思了吧 我们用三色挑战给它上色好不好 啊 又是三色挑战啊 好吧 我要哪一只啊 这只 那我还是选这边这一只好了 这只什么颜色呢 紫色耶 也还不错 我觉得我还是想要粉色 好吧 第三轮一定要抽中粉色 那我选这边好了 因为刚刚都选了这一边 选这一个 黄色 黄色 不过我这有那个星星嘛 我觉得这一颗星星应该可以用黄色的 让我来想一想这个蓝色紫色黄色应该怎么搭配 好了 我想好了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啊 终于完成了 好累啊 哦 都这么晚了 我得赶紧去派对才行 哦 对了对了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也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试试这个超级古风的掐丝大龙画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